高阶导数 从定义就可以知道 从它的名字就知道 我们对导数在求导 就是高阶导数 因为导数本身它也是一个函数 它可以继续求导 那高阶导数就是我们对导数继续求导 我们来看 第二 二阶导数 第二二阶导数那么就是对一阶导数在求导 我们通常用量匹来表示 但是有时候我们写成这种形式 D平方YDX平方 这个是特别指定是对X求导 Y关于X求导 如果比如说有中间变量 或者是像参数方程 我们要特别指定是Y对X的导数 那它的定义就是我们对一阶导数 在求导 这是对一阶导数对X在求导 或者是写成这是一阶导数 它是个函数 在求导 或者是或者写成这是我一个一阶导数 在求导 这是二阶导数 那定义我们完全可以搬这个导数的定义 用极限的方式去定义它 那在计算上它就没有特别的没有特别的东西 那三阶导数 三阶导数 那就是对二阶导数在求导 我们是用三阶导数 那写成这个D3 DX的 对 这是三阶导数 那三阶以上 四阶以上 四阶和四阶以上的 我们就用上面用个括号来表示 用数字打个括号 就表示四阶导数 为为了与四阶的这个 与这个四次方区分开来我们打个括号 但是如果是用用这种的表示我们就不用了 不用打括号了 这是它的记号的问题 那么N阶导数 那我们都用同样的符号来表示 就是用 数字N 打个括号 来表示它的N阶导数 但是如果用 DYDX这种形式表示我们就 这上面可以不用打括号 这是高阶导数 它的一般的这个 记号 那对一阶导数在求的就是二阶导数了 所以 在计算上没有特别的 东西 我们则只需要算出一阶导数 我们就可以 再算二阶导数 那 我们可以看 首先 Y如果是等于X E的2X 我们来求 Y关于 X的二阶导数 那我要算它的二阶导数 我们就先计算一阶导数 那一阶导数 我们这是两个函数相乘 E的2X 加上 2X E的2X 我们用称法法则 那 二阶导数 我们就是 对一阶导数 再求导 或者说我们写成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那么 E的2X 加上 2X E的2X 然后再求导 E的2X的导数是2倍 E的2X 再加上后面又是两个 两个函数的乘积 首先是2倍 E的2X 再加上 4 X 平方 4 X E的2X 这是我们求二阶导数的方法 那你要求三阶 我们对二阶导数再求导就可以了 这对一般的函数是这样 那有些特殊的情况 例如说 隐含数 隐含数 那 例如说 X平方 减 Y平方 等于1 那我们怎么样去 找 去求 二阶导数 就Y关于 X的二阶导数 那首先我们看到这是一个隐含数 所以我们要用隐含数求导法再来求出他的一阶导数 方程两边 关于X求导 这是隐含数的求导法 在这个过程中把Y看成是X的函数 所以这是 2X 减去 2Y 然后是 Y关于X的导数 等于0 那这样 我们看到 D Y D X 就等于 Y 分之 X 那二阶导数 关于X的二阶导数 我们求出一阶导数 我们对一阶导数再求导就可以了 那么 D D X 这是 D Y D X 这表示 对一阶导数再关于X求导 那就是 关于X求导 这Y分之X 但是在这里我们仍然要把Y看成是X的函数 所以把Y是看成一个函数来看的 好 然后用商的出法 而商商的这个求导法则 这是Y平方分子的导数乘成分母 那就是 1乘成Y 减去分子 成成分母的导数 分母是Y 所以 Y关于X导数 那 我们看到 这里是Y关于X的导数 我们可以把上面 把一阶导数的这个 球的结果带进去 所以是 Y 减去 X 那么 DY DX 等于Y分之 X 然后分母是Y平方 那我们简化一下 我们把分子分母同时乘上Y 就是 Y平方 减X平方 然后 是 Y的 立方 那么我们看到 Y 平方减X平方是等于负一的 因为X平方减Y平方等于一 所以是负的 Y立方分之一 这是我们求引函数的 二阶导数的时候 我们的做法 我们先用利用引函数求导法则 求出一阶导数 然后对一阶导数对X再求导 当然一阶导数里面含的这个Y 我们仍然是看成X的函数 用这个 称入来算出 它的关于 你求二阶导数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用称入来处理Y这个函数的导数 这是引函数的二阶导数 那么 还有一个 就是我们参数方程的导数 那么 如果参数方程 给出的是这样子 X是等于 3E的负T Y等于 2E的T 我们来找参数方程的二阶导数 这个中间有一点点 技巧我们直接用这个立体来说明 那我们要求二阶导数 我们就先要把一阶导数求出来 我们一阶导数 我们知道 参数方程的一阶导数 是Y关于T的导数 Y关于T的导数除以 X关于T的导数 Y关于T的导数 那么这里就是 是2被1的T X关于T的导数 3E 负T 所以是 负3E的负T 我们简化一下 把分子分母 同时乘上一个E的T 所以 我们先把负3分之2 长数先拿出来 分子分母同时乘上E的T 那么这个分母里面 E的负T就 消掉了 所以是负3分之2 E的2T 那我们来看一看 一阶导数里面 它的变量只含有T 没有X也没有Y 那么我们求二阶导数该怎么办 那我们看它是对 一阶导数关于X在求导 但是我们看一阶导数里面 含的变量是T 所以我们直接 求关于X导数 我们求不出来 那我们就再一次利用这个 复合函数的求导法则 或者称入 我们关于X的求导 我们先把它转成关于T的导数 然后再乘上T 关于X的导数 那么T关于X的导数 是 X关于T的导数的倒数 我们可以写成D DT DY DX 再乘上 E除以 DX DT 那这个可以作为一个公式 这个可以作为我们求参数 方程的二阶导数的公式来 计算 那么 一阶导数里面只是T的函数 我们是 2 1的2T 这个 这个直接关于T求导 好 那么 这里 那么 X关于T的导数 这里是X关于T 关于T的导数 是 3 倍 1的 负T 这个导数 把它计算出来 负3分之2 所以是 负3分之4 1的2T 这里乘上 1除以负3 1的负T 还是分子分母同时乘上 1T 然后把负3分之1拉出来 9分之4 然后1的3T 这是我们 隐含数的二阶导数 我们都是 运用这个方式 把它先转成关于T的导数 当然我们 这里用的是 深入 这是 高阶导数的求法 我们特别要注意的 一个是 隐含数的二阶导数 一个是 参数方程的二阶导数 来往这一部分 我们就讲到这儿